hello 欢迎学习爬中科生 那么从这个开始的话 我们就正式的学习 另外一个数据提起的方式 就做正则表的事 那么什么叫做正则表的事呢 这个地方我列出了两点解释 第一点的话就是通俗的理解 就是按照我的理解 跟大家用这种大白话的方式 用那种比较力气的方式 让大家理解一下 好 第二点的话就是标准的 就是百度百科的一个人解释 当然这个里面解释的话 就比较专业 解释的比较全面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首先的话来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就是一个通俗的理解 那么什么叫做正则表的事呢 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 从某个字符上当中 匹配出你想要的数据 而这个规则的话 我们就可以叫做正则表的事 当然的话这个理解 可能只是比较笼统 没有去解释这个规则 它有什么样的条件 不是说不是任何规则都可以 当然这理解的话 就是虽然比较笼统 但是的话 我相信你看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应该脑脑袋当中就会有那种概念的 就会有那种概念的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的话是第二个 就是那个标准的 那么感兴趣的话 可以也去看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来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来到我们的流浪机当中 好 这个的话就是正在表达是它的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全面 非常专业的一个解释 好吧 那么这里话大家就去有时间去去看下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往下面讲哈 呃 我觉得你要去明白什么叫做正在表达事 你光看这个概念的话肯定是学会的 对吧 最好的方式的话就是用这个正在表达事 去实际的去写一点东西啊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体会的更加深刻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啊 一个段子对吧 那么这个段子的话也不是说段子嘛 就是一种这样的教法 他说世界上分为两种人啊 一种是叫做懂正在表达事的啊 一种叫做不懂正在表达事的啊 当然这个不是正啊 那么这种区分的话啊 虽然感觉好像有点那个哈 当时的话还是蛮有意思的哈 说明这个正在表达事的话 在我们的这个编程领域的话 还是哎 很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政策表达的话 是的话也不经济 只是在我们拍子当中有在其他的编程 影片当中啊 基本上只要是有一些也这样基本上啊 只要是编程语言啊 基本上都有这个正在表达事 像GS啊 加瓦啊 OC啊 C啊 然后的话那个啊 拍层啊对吧 啊 包括那个呃 摄像脚本 就是那个unix 那个里面那个摄像脚本啊 都是包含那个正在表达事的啊 说的话 这个正在表达事 真的是用的非常广泛啊 大家作为一个程序员的话 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把它给学好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啊 不讲那么多东西了 不讲那么多理东西的东西啊 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啊 去写那个正在表达事 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正在表达事 能够呃 匹配出来一些这样的东西 好吧 那么我们在学习这个正在表达事的时候啊 因为在我们拍子当中去学习这个正在表达事啊 首席的话我们也学习两点啊 要分开来学 第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正在表达事 他本身的这个语法 注意好 这个正在表达事的话 他在每个语言当中都有这个正在表达事啊 只不过在每个语言当中 可能稍微有一点语法不同而已啊 就像是这个英语一样啊 在英国和美国都是说这样同一种语言 只不过在英语和美在英国和美国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啊 所以的话你基本上只要学会一个啊 一个国家的 比如说美国或者英国的那个那个英那个英语 对吧 那么的话你再去用其他的那个呃 再走去其他国家当中去讲的话 别人也是能够听得懂的 对吧啊 那么这个正在表达事啊也是就是在很多平台上面很多规则 绝大部分规则都是一样的啊 只有小部分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就来先来学习一下这种规则 等我们学习完这种规则以后 我们再跟大家去讲解一下我们这个python当中 他那个正在表达事的那个模块 就是这个阿一模块 里面的一些这样的函数 好吧 里面一些这样的函数啊 说的话就是来做一个这样的学习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先来学习一下 我们这个正在表达事里面的这个语法啊 第一个的话啊 这个要叫做什么呢 匹配某个自负创 好吧 匹配某个自账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提起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讲这个正在表达事语法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借助python当中的一个函数 一个正在表达事的函数 叫做match啊 因为如果我们不没有用到正在表达事的方式的话 我们压根就没有办法去做这种匹配的工作 你都你都没有办法去 都没有办法在在代码当中去写明白 所以我们这边哈 首先的话就虽然我们还没有讲到派事当中的那些正在表达事的语法 那么我们这个呢 还是先来建议一下那个语法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 用到一个模块 叫做阿姨这个模块啊 阿姨这个模块的话 它是我们拍审自带的 不需要安装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你直接导入就可以了 好 好 那么下面这个行事的话叫做match match这个行事的话 它是可以将你指定的这个字上 后面的这个字上啊 然后前面这个东西的话就叫做什么呢 正在表达事啊 前面这个字上的就叫做正在表达事 那么你这样写的话 它有什么的作用呢 它会根据你这个正在表达事里面的这个规则 然后去这个文本当中去匹配出那个相应的字符上 明白算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匹配某个字上哈 这里面写个h1 那么的话他就会在这个test的这个里面去找到那个h1啊 找那个h1 明白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用这个match这个东西来教大家学习这个正在表达事啊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拍材嘛啊 啊 这地方的话 我是已经之前备课一些这样的项目啊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就把它给删掉啊 把它给删掉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方来写一下啊 首先的话来导入inport这个re对吧 这个非常简单 没什么好讲啊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匹配某个字上啊 啊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一个test啊 现在写个第一点啊 配某个字图创对吧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给个test啊 等于这个什么等于hello啊 hello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it等于什么呢 i1.match match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要把我也匹配什么呢 我也匹配h1这个啊 h1这两个字符啊 后面的话再把这个test扔进去啊 接下来的话 我再也使用什么呢 i1点grove啊 grove的话就可以将你匹配到的那个啊 字符上把它给提取出来 好吧 当然这个grove的话还有很多种其他用法啊 后后期我们再讲到这个python当中的那个啊 正在表达式的那些行数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着重讲的啊 那么你现在要明白的就是啊 这个grove啊 这个行数它可以什么呢 它可以把你匹配到的那个字符上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而这个match这个行数的话 它就可以什么呢 将这个正在表达式按照这个规则 从这个里面去进行匹配啊 进行匹配好吧 好 然后的话它就可以返回一个结果 然后的话再通过这个通过这个返回的这个结果这个对象 调用他的那个grovegrove方法就可以得到返回的那个字符上了 ok啊 是一个这种东西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再来执行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he把它给打印出来 对不对 说明已经匹配到的这个he啊 但是我们这个match这个行数的话啊 虽然它是在我们这个字符上当中去匹配 但是的话它什么呢 它只会匹配前面的字符 如果你前面的字符没有匹配到的话 它就不会往后面匹配了 明白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种给个a a的话前面两个字符的话是ah 那么和它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匹配啊 对不对 这样的话它就匹配回来的这个节目啊 它所以它就是一个num类型 那么你第二num点grove的话肯定就会报错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这张右键再来执行一下 哎 这的话是被抛出的一个异常啊 对不对 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字符上当中没有这个he 只不过我们这个match这个行数的话 它只能从这个开始的这个地方去匹配啊 就让会从将这两 将这你有几个字符上 两个字符上 它就会将这两个字符上拿到这个地方去 开始这个地方进行匹配 那么如果你这地方是一个a的话 如果你这个地方是个a 那么的话 它就拿到h1和h1和这个ah进行匹配 那么这样的话就肯定匹配不到 对不对 肯定匹配不到啊 当然啊 后期的话 我们还会跟大家讲到那个4h行数 4h行数的话 就是那个s1 a r c h 4h行数的话 它就会在整个字符上当中去寻找 拿那个h1 如果找不到 它就直接将这种东西把它给返回啊 啊 我们现在的话讲用这个mash 好吧 用这个mash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行先不用关心这个mash这个函数啊 我们不用太多 不用太过于关心这个mash函数怎么去写 我们现在要关心的是这个正在表示的正在表示当中的这个语法吧 把这个语法啊 那么我们现在写的s1的话 它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这个字符上当中去寻找s1那两个字符啊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 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找到的话 就可以把它给匹配出来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字表的事啊 就是指定好 我要匹配出哪两个字符啊 如果有的话 那就匹配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匹配不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这第一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第二个啊 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什么的点啊 点的话 是中文的点啊 不是是是英文的那个点啊 英文的点 那么的话它的那个意义啊 它的那个意义是匹配啊 匹配任意的字符啊 匹配任意的字符 好吧 匹配任意的字符是什么意思呢 呃 只要你是在电脑当中能够存在的这个字符 那么我们这个点都能够匹配得到啊 我们这个点都能够匹配得到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在把这个代码啊 可能加c 然后可能加v啊 把注视把它给取消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来啊 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正在表的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规则这个地方 我们给它改成一个点 给它改成一个点以后 它就会把h这个字符把它给匹配出来啊 因为我们这个点的话 它虽然是匹配的是任意的字符状 但是的话 它只能匹配一个字符啊 只能匹配一个字符啊 好 那么这种口中加c 口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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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按一下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s把它给匹配出来啊 对对 然后如果你这地方给个a口中加 所谓的口中加按一下 这的话是不是也是可以把这个a把这个匹配出来啊 那么如果你这地方的一个加号啊 再来匹配一下 这的话也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加匹配出来啊 对对 说的话 我们这个点的话 它匹配的范围就比较广了啊 它是主要你是一个字符 就能够把它给匹配出来啊 就给它给匹配出来 但是的话 这个点的话啊 也有一个例外就是什么呢 这个点 它不能匹配这个换航服啊 如果匹配的是这个换航服 它就匹配不大啊 比如说在你的这个里面啊 你给一个换航服 就是法西克恩 就是那个换航服 对不对 法西克恩 它就匹配不到啊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的加按一下 是不是他提示是个 那泰姆这个对象 没有属性过不 他说这地方泡做的 他说这个啊 这个这个东西 没有一个属性叫做grove 那么说明这个东西的话 是一个那类型 这个东西是个那类型 说明这个里面反复的是个那 这个里面反复的是个那 说明这个里面 并没有匹配到任何的字符 明白是吧 好 这个的话大家需要注意啊 就是这个点的话 它可以匹配任意的字符 但是的话 不能匹配到这个啊 法西克恩 也就是说不能匹配到这个换航 好吗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正在啊 那个点啊 那个点啊 这个的话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好吗 好 那么我付这份 然后再把这个注释一下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面讲啊 第三个啊 第三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反斜跟低 反斜跟低的话是匹配什么呢 任意的字符啊 任意的数字啊 任意的数字的话就包括0到9了啊 就包括0到9了啊 对吧 就包括0到9啊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写一个什么呢 写个那个一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写个斜杆低啊 斜杆低啊 斜杆反斜杆低啊 反这个低啊 可怕呢 加了一下 哎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第一把它给匹配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这个地方给个0啊 再来看一下可不可以 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这个地方给个A 看一下怎么不行啊 A 可能加斯保存一下 可能加上一下 这的话就匹配不到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反斜跟低的话 它匹配到的是那个数字啊 匹配到的是数字 好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再给个加号 这样的话 他也匹配不出来啊 也匹配不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反斜跟低啊 就是匹配的是数字啊 匹配的是数字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好 可能加斯保存一下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 再来往下面走啊 第四点啊 第四点的话是那个什么 反斜跟大D啊 反斜跟大D的话 它是匹配什么呢 匹配任意的非数字 匹配任意的非数字啊 他就跟我们这个反斜跟小D 是正好相反的 对吧 你反斜跟小D 匹配的是数字 那么我反斜跟大D啊 正好与你相反啊 匹配的是任意的非数字 好吧 好 那么这部分我来走下啊 比如说这个加号啊 那么的话 它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 这个加号可以匹配到 我们来预计啊 这个是大CD啊 这个是大D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加号 把它给匹配到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再给个A 再来让你匹配一下 这的话A也可以匹配到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给个E E的话是数字啊 2也可以啊 早保存下 可能加一下 诶 这个话是不是就匹配不到 说明我们这个反斜跟D啊 它是与这个反斜跟小写的D 是正好相反的 好吧 正好相反的啊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讲啊 接下来的话是这个反斜跟S啊 反斜跟S的是匹配的是什么呢 匹配的匹配空白字符啊 空白字符包括哪些呢 包括这个反斜跟N 就是这个换行符啊 以及包括这个反斜跟T 就是这个质表符 以及包括这个什么呢 反斜跟R 反斜跟R的话 它在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啊 在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 在我们的Windows操作系统上面 如果您需要换行的话 那么都就是反斜跟N 反斜跟R 反斜跟N这种组合的方式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如果你有反斜跟R啊 也可以被我们这个反斜跟S进行匹配啊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空格啊 就是这个反斜跟小几的S的话啊 反斜跟小几的S 它就可以匹配到那个啊 任意的空白字符啊 任意的空白字符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写一下啊 这个地方可能叫V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反斜跟S对吧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再来写啊 反斜跟啊 不是反斜跟S 这个地方是那个 比如说我们写个AB啊 那么这个地方写个小几个S啊 AB的话不是空白字符 那么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冒错啊 都得冒错啊 说明匹配不到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给他一个空格 给他一个空格啊 再来保存一下 我们再加了一下 好 这样的话就匹配到了 对 你不要看到这个地方打印的是个空的啊 他其实是匹配到了啊 其实匹配到了啊 只不过是空白字符 你看不到而已啊 好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再给个什么呢 反斜跟N啊 这样的话 他也是可以匹配到的啊 也是可以匹配到的啊 那的话我会是反斜跟T 是质表符啊 也是可以匹配到的啊 还有反斜跟R 反斜跟R啊 好 那么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吧 就是以后你想去匹配那些空白字符的话 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啊 啊 反斜跟消息的S对吧 啊 也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啊 把这个地方恐龙叫C 下面一个的话啊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反斜跟小写的W啊 反斜跟小写的W 它是匹配的 那是那个什么呢 呃 小写的A到Z 以及大写的A到Z 以及那个数字 以及那个下方性啊 匹配的东西比较多是吧 呃 匹配的是啊 小小写的A到Z 以及什么呢 大写的 大写的A到Z啊 以及那个什么呢 以及那个下方线啊 数字啊 数字和下方线啊 好 那么这个我们来走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给一个什么呢 给个A啊 然后然后这个地方给个小写的W啊 保存一下 我们再按一下 这的话就可以比较到的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个地方给个大Z啊 保存一下 我们再加了一下 这的话也可以比较到 我给个一啊 也是可以匹配到的啊 也是可以匹配到对不对 然后我给个下方线啊 给个下方线啊 那么的话也是可以匹配到啊 也是可以匹配到 那么如果给其他的字符 比如说给个加号 这样的话就匹配不到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小写W啊 小写W啊 就是匹配的是小写的A到Z 大写的A到Z数字 以及下方线对吧 这些的话就是在我们编译词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啊 所以的话就会匹配出来啊 就会有这个专门的小写用来匹配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面讲啊 第七点 第七点的话是那个反西杆W大写的W啊 他匹配到的是和这个小写的 小写的反西杆W正好是相反的 好吧 正好是相反的啊 反西杆大写的W啊 匹配啊 正好与什么呢 啊 与那个小写的W相反啊 相反对吧 就是你小写的W反皮能够匹配到什么 那么我这个大写的W就不能匹配到什么 对 然后你这个小写的W哪些不能匹配 那么我这个大写的W我就正好能够匹配 对啊 正好和他相反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改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大写的W啊 那么这个加号的话使用小写的W是匹配不着来 但是使用这个大写的W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 那么如果给个下滑线啊 如果给个下滑线啊 这样的话就匹配不到的 对啊 就匹配不到的啊 或如果给个数字A 不是数字啊 是字母A啊 这样的话也匹配不到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写W和那个小写的W是正好相反的 对吧 好 那么讲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组合的方式 好吧 组合的方式啊 这种组合的方式的话啊 就比较强了 对吧 他就是可以 你如果有多个字符啊 有多种情况 那么的话他也是可以匹配啊 只要满足中或号中中啊 中或号中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字符啊 就可以匹配啊 就可以匹配啊 只要满足的是那个中号当中的那个字符 那么的话他就可以匹配啊 他就可以匹配啊 比如说我们这一段好 我想我想匹配那个呃 一和A啊 那么的话我就这样去写 就是写个写个 写个一或者是A啊 一A和一都这样啊 那么这的话以后在这个数字当中啊 在这个字符上当中出现的A出现的一 都是可以匹配到的 那么其他字符他就匹配不到的啊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运一下啊 好 这的话就可以把这个A把它给匹配到的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个这个地方给个一啊 那么的话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不对 也是可以匹配到的啊 然后如果给个二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匹配不到的啊 这样就匹配到的 匹配不到的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呃 是这个啊 是这个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哈 再来看一下就是我这个地方的话啊 举了一个例子对吧 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是呃 这个里面的话啊 你除了使用这种就是写啊 写死的这种 你还可以使用我们之前跟大家啊 讲的那几种 比如说反正跟W啊 大喜的反正跟W也在这种东西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放在这个里面啊 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好想要去匹配到这个 想要去匹配这个什么呢 这个呃 手机号码啊 想去匹配这个手啊 不是手机号码 是这个电话号码啊 电话码 那么电话号码的话 他是不是前面有四个那个区号啊 对对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呢 再加一个那个横线啊 再加上这个几个数字 对吧 几个数字啊 所以的话他这个电话的话他他他他也满足的 他能哪些情况的科学医们呢 是不是这个呃 这个电话码当中能会出现的就要么只有数字 要么就是那个横线 对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数字和横线放到这个中话当中 的话后面给个加号哈 后面给个啊 这个地方我们加号先不讲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给个什么呢 将这个来 0731啊 0731 看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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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随便给了啊 好 那么这个我能我们想让他匹配到的是什么呢 哎 要么是那个啊 啊那个数字要么是那个横线对吧 那么的话数字的话 我们之前学会是什么呢 是不是斜干反西干低啊 对 那么我们这边写个反西干低 的话横线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给个横线啊 因为横线这个东西 他可能是一个啊 关键的啊 说的话是一个特殊字符 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给个斜干 给他进行转印 好吧 给他进行转印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加什么呢 前面的这个0 把它给匹配收招 明白 是吧 啊 狗人家是狗人家 也就可以把这个0 把它给匹配的 那么如果这里面给个横线啊 那么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横线也把它给匹配收招 对 然后我们也要想要匹配整个字符该怎么做呢 这次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啊 它是只能匹配到一个字符的 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些东西 小写的w这些东西 它是都是只能匹配到一个字符 那么如果你想要啊 他他这种情况下啊 就是这种情况下能够匹配到多个字符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后面给他一个加号 一个加号的话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是有一个到多个前面 满足前面这个条件的那个字符啊 满足前面条件的是字符是什么呢 数字或者是横线啊 有一最少有一个或多个 我都能够匹配到啊 都能够匹配到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东西把它给匹配收招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边再给个abcd这样的话啊 好 他这样的话就后面这些东西他就匹配不到了 他就只能把前面这些东西把它给匹配收招 对对 后面这些东西是不满足条件的 对吧 不满足条件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组合的方式 好吧 组合的方式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点啊 之前我们讲到了集中匹配的规则 其实哈 你可以使用中央的形式来进行代替 对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小写的低 小写的低的话 是不是这个呃 0到0到9这些数转 对对 那么用我们这个中央的形式 其实也可以的 表示啊 观点啊 就是那个 那个中括号啊 括 括 中中啊 括号的形式啊 代替代替代替小写的低 对吧 代替小写的低 就是那个数字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写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来写啊 就是这里啊 好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先给个随便信给个其他的啊 比如说给个 给个 ABC啊 或是给个0到029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小写的低的话是可以匹配数字对吧 那么其实用我们这个中央的形式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去写 我们可以就这样去写啊 就是0到9 这的话就可以把0到9之间的所有的字符把它给匹配出来 明白是吧 好 可能这样子往下 可能加来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匹配到这个0 对不对 就可以匹配到这个0啊 然后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那这个是那个0到9是代表是那个小写的啊 代表是那个小写的 然后我们这个大写的低的话 它是正好是相反的 对不对 就正好是0到9相反的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就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托字号啊 就给他加一个托字号 这个托操是在我们按着帅的键按下那个啊 键那个数字键的6啊 就是那个啊 歪上面的那个键啊 歪上面那个键啊 就按着帅的键按下6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出来了啊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它代表的是非0到9之间的那个字符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再来走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就匹配不到了 对就可以把那个什么呢 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就相对是那个反省的干啊 反省干大地的那种形式 就是匹配到那个什么呢 任意的啊 啊那个非控非数字字符 对非数字字符啊 好 那么我们这边可能叫c来复立吧 中国号的形式啊 代替什么呢 反省干大地啊 好 这里面改成那个啊 哎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啊 我先把这个上面注释掉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到的对不对 而如果你正给个数字的话 它反而不能匹配到对 好 那么这个的话大家 大家是那个反省干大地啊 那还有是那个 还是那个什么呢 小写的w对吧 小写的w包含哪些呢 小写的w是不是包含小写的a到z 大写的a到z 以及0到9 以及那个下滑线呢 对 那么放在我们的这个桌子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写啊 中国的形式代替反省干小写的w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写啊 他是他是能够a到啊 a到z以及大写的a到z啊 以及那个什么呢 0到9啊 这样 以及那个什么呢 下滑线对吧 这样的话 他就把这些东西啊 把这些东西 把它给那个啊 扩在一起的 对吧 把它给扩在一起的啊 那么如果你这个地方给个什么呢 比如就给个小几杯啊 可能加什么呢 可能加上一下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辩这个小几杯 那话大写的那个z啊 也是可以配备到 对不对 也是可以比辩到啊 那话还有那个0到9 比如说我们取个9啊 可能加什么 可能加上一下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辩到这个9 然后给个下线啊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配备到的 对 也是可以比辩到的啊 好 那么这的话就是小写的w啊 小写的w啊 好 大写的w的话就正好是相反的 对不对 好大写的w啊 他就正好是相反的 相反的话就在这个最前面 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给他加一个托字号啊 给他加个托照 那么这个的话 他就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代表的意思是 能够匹配到这个 除了这个里面的所有的其他字符啊 是这个意思啊 好 那么这话我再来走下 哎 这样的话 这个下线就匹配不到的 对 然后我们这个什么呢 给个加号啊 这个加号就可以比辩到啊 然后如果你给个零啊 也是比辩不到的 对啊 也是比辩到的 因为零的话 是在我们这个里面存在的啊 他是除了这几个字符 其他字符都能够比辩到 比辩到ok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中货的形式 可以代替这几种啊 可以代替这几种啊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 我们这几个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这几个主要是讲那个什么呢 正在表达是匹配单个字符啊 匹配单个字符 你现在看到我们这地方 是不是匹配的都是单个字符 那么我们下几个啊 再跟大家去讲那个匹配多个字符 好吧 匹配多个字符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啊 匹配单个字符的正在表达是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大家的话啊 看完这个课程以后 就把这些东西都去练习一下啊 都去练习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课程就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